講到另一場的竹總盃第三圈比賽 曼聯主場對打比棍 打比棍現在就在英冠排行第二球隊 曼聯一出到來的精神面貌 我們見到球員的積極性 很明顯就見到竹總盃都可以說 曼聯來講自在必得 不可以有什麼閃失 因為這個是避免四大街空其中一個方法 所以你會見到曼聯的士氣 好像打回他們今季首場的英超比賽 但是你想這樣做也不代表你是做得到的 福仔今天是前鋒這個不大問題 但是其餘的進攻點包括連加特、MK仔、馬達 就連今天站得很前的普巴在內 全部都根本不是正式拉邊的球員 很難就是主攻的 所以今天又繼續塞在中間軟射軟射再軟射 再不是就硬硬硬闖下去再射到為止 街坡這樣 就算他們想盡快完結攻勢 都不是做什麼中短期進攻出來的 除了因為奧脫福這個球場比較長以外 其實他們都沒有一個很特定的套路 就好像熱似那樣見步行步 面對密集根本沒有清晰的立場 就不會像巴塞利物浦車路士那樣 一心是來打中短期進攻的 明明上場的賽事對著愛華頓 都叫做踢到一個不錯的中短期進攻 但是一旦沒有了這個馬斯亞 又換了一群人之後的套路就沒有了 這個就是要歸咎於這個摩連盧的執教風格 摩連盧對於進攻來講根本沒有什麼立場的 他就沒有什麼特定是要球員去執行的 一向只不過是放些球星下去 你就自己打吧 打到就打到 打不到我再換人這樣而已 所以你會見到他們現在即使對著那些藥隊也好 都是非常之辛苦的 到現在萬聯其實還好似一隊集牌軍 但是這一隊集牌軍又覺得自己強過人家 可惜一路都攻不進 然後就搞到自己越來越心急 普巴就完全沒有留在中場的位置 整天上了去 多次就沒有人在中路防守 那麼打比棍也是經常有空位推進反擊 只不過是打比棍比較差的 雖然打比棍在英冠的比賽裡面排名高過布里斯托城 但是我就覺得布里斯托城這一隊在聯賽杯淘汰萬聯的球隊 是比這個打比棍厲害的 眼見萬聯 整天都強行離 打比棍都越踢越有自信 那上半場很多防守都可以乾淨利落地做到難節 那你強行離呢 就算是對著幾弱的球隊 幾弱的後衛其實都會難搞的 還有威脅呢 都可以畫一個萬無目的的 明買明賣斬波進去呢 那麼那個波在禁區裡面是沒有人碰到 那個波就中柱這樣 明買明賣斬進去沒有人碰到那個波 那正常來說又會立刻想起勞卡古呢 跟著呢又會立刻想起沒有了勞卡古的後衛症呢 那在奧脫福裡面一個長一點的球場 面對對手死守 一不懂得玩中短期進攻 又會回到老鼠拉龜那裏 繼續明買明賣 繼續搏猛搏亂 那這隊呢就是17-18的萬聯 那下半場勞卡古進來啦 那當然啦 屈肌大聯盟嘛 那都是要靠回他 依賴回他的啦 萬聯都是得這道菜 五十三分鐘啦 普巴你又心急啦 這個鴨仔波都幫到你入到禁區的啦 千載難逢的機會 你只要把那個波是被overlap右手邊的球員 那就可以出個地波來中間 而中間有三件紅色衣服等著叫壺的 你就不是 總是要領弓的 自己射一腳就把那個波射了出底線 你可不可以不要整天都覺得自己是救世主呢 救世主呢是個天選擇你 不是你自己選擇自己的 不如呢 你叫一下對波簡簡單單 多些斬波進去就算了 你對波有一件事很麻煩的 就是福仔呢 整天都要扭下底線才肯斬波 其實你這樣斬進去 和你扭下底線才斬進去 又有什麼分別呢 有分別的就是浪費時間 要扭下去啦 踢了一粒幾鐘都是0比0的 那70分鐘啦 那終於是有一個波射過去龍門那裏 對方的龍門呢 卡神是救不了的啦 不過是中柱 那都沒辦法啊 曼聯能夠做到禁區裏面呢 都只能夠做到下去窄角度的位置射門的 那當然就有難度啦 75分鐘啦 終於等到盧卡古屈機成功啦 盧卡古頂贏啦 那可惜越位的 不過就算不越位的 那個波都是頂中柱啦 76分鐘了 盧卡古屈那個呢 就是身位贏到 轉到身 給個直線進去 那麼就連加特射 波就救了出來 那麼就跌出來呢 就空門狀態的 那結果補射那個人呢 就射了個波 不知道去了哪裏 錯失大好良機呢 就是曼聯的救世主普巴 那你看一下這個救世主的 心理狀態是怎樣的 是吧 好了83分鐘啦 那終於是有個遠射入了 那這球波呢 都頗靠運氣的 除了呢 去到83分鐘才入之外呢 盧卡古這個支點呢 其實是做得不漂亮的 那個波比下去呢 就比得跳跳功的 那正常來說呢 是不應該給那個波呢 是會跳的波給隊友的 那但是呢 錯有錯著呢 因為其實呢 連加特他接收這個波的時候呢 拿球那一刻太過刺腳 正常來說 有很難呢 是踢得高那個波啊 那但是幸好呢 那個波就是跳跳一下嘛 那所以你還不可以踢高那個波 那加上有一點點篩啦 那就篩了去死角那裏 這樣才可以全身而退 這樣才可以領先 這樣才可以屈到 打比郡上去攻 這樣才可以在臨原場那裏 有個反擊拉開他比數 對於曼聯來說呢 真是一壓汗的 那我建議啦 都不是建議的 我盼望呢 曼聯下一圈呢 抽中的對手呢 最好就不要那麼差啦 因為呢 就會整天好鬼沒面的嘛 那自己呢 又沒有辦法主攻 永遠要靠勞卡古屈機呀 軟射呀 其實屈倒又怎樣呢 曼聯你還沒有只有兩招 整天呢就問問水水 那如果去到那一天 運氣不是說那麼好 還沒死得咯 怎會捱得長久呢 那之前呢 我就用頭痛衣頭 腳痛衣腳的沒有用止痛藥 還有有極大後遺症的止痛藥呢 去形容曼聯解決問題的方法 那我今天呢 就用整容啦 那如果有一個女藝人呢 他沒有演技沒有唱功沒有性格沒有學識沒有腦 那一味呢 就是靠龍胸和整容的話 你認為他會不會成功呢 其實這些呢 拍AV都未必可以的 拍AV都需要演技呀 拍AV不像死魚那樣睡在那裡就行的 是不是先 那兩個月之前呢 有人就說啦 就說我講曼聯就講得不公道 那他就說我呢 只懂得講曼聯的弱點 那為什麼不講一下優點 那我就問他有什麼優點呢 那他就說 就是都要講一下曼聯的球員努力呀 喂大哥 在英超有什麼球員是不努力的呢 就是不努力的就要罵的啦 努力的就應份的嘛 就是努力就要讚的啦 那麼輕易讚對他們有什麼益處呀 就是張勤寶絕 就可以拿冠軍的啦 張勤寶絕是用來護級的嘛 難道你想我講曼聯 講得好像一隊護級隊那樣講什麼 是不是先 就是我夠想講到他們好 但是他們是好才行的 就是強隊根本就應該要強 強隊不強 但是有問題 那我就要講出個問題出來 我當然是想每隊球好啦 所以我才講個弱點出來 改善了才會好的嘛 改善了的話 對對踢得好 長長都是精彩的賽事 這個就是我的心願嘛 那所以我才這麼嚴謹去批評那些強隊咯 好啦 多謝大家呢 就是收聽曼聯的賽後評啦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片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大家想鼓勵小弟 也可以看我的片的支持 如果Youtube 他插了一個廣告進去的話 你播完它就OK啦 那明天呢 就會有這個 是巴克里轉會車路士的 是轉會評論的 拜拜